欢迎大家学习由一家一学院出品的Chrome软件您接受视频教程 我是一家一学院的江云老师 那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是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的一个创建 其实在我们QQ群里面 很多同学会问到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看上去比较划算 看上去呢 有相对要出会难一点的一个实例 然后很多同学会比较感兴趣一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类似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要知道去分析它的一个规律 那比如如果说没有这种宽窄的一个变化的话 那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 这个地方确实窄一点 这个地方宽一些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比如说窄一点宽一点宽一点宽一点 OK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的话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如果说只是一个螺旋性的一个变化 OK我们知道一个线性变化的一个函数就可以控制它了 但是在它线性变化的同时呢 它是不是又有一个什么 它是不是又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它又有另外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这是一个函数加上另外一个函数 也就是同样是一个复合函数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个创架 那这里呢 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下这样一个效果 那大家可以来看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草获了一个圆 这里草获了一个圆 那这个的话就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就是通过一个可变几面撒描的方式 做这样一个 就是做这样一步的操作的目的是 我要把这些线呢 就把它做出来 对对啊 我要把这些线把它做出来 所以说我做了一个可变几面撒描 那我们着重的来看一下这一步 因为这一步是我们这个实力里面最难 或者说最不好处理的这个地方 OK 那比如说我们进入到关系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室呢 可以把它啊 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会发现这个关系室好像比较长啊 比较长 对不对啊 那这里如果说你不知道的分析 那可能你看半天你也看不懂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是SD5 很明显SD5没有被控制 这是SD6 SD6被控制了 很明显了 这个地方初始值是个0 那初始值是个0的话 比如说我加一个值吧 比如说我加上一个30 让它不是个0 好吧 让它不是个0 让它有一点的角度 OK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30了 这样子大家就看 看起来就会比较直观一点 OK 这是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我要通过控制这个角度的一个变化 去啊 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啊 类似一个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角度 如果说它是一个线性的变化 那很明显 我们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 因为线性变化只是 只是这个里面的一小部分 其实它在线性变化的同时 它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效果的 周期性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 那我们来看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里 我们可以把这一步 假如这一步大家先不考虑 也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个函数 另外一个周期性的函数 所以说我们先来看 这个线性变化的这个效果 线性变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呢 把它去掉 等一会我再来给大家编写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把这一部分把它去掉 大家可以来看 这是360度乘以60 60的话就是60个周期 60个周期 360乘以60就是60个周期 然后它是一个线性变化的 最后这个是一个线性变化的一个 一个一个轨迹函数 OK 再加上一个初始值 也就是说刚刚的一个30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扫描的方式 就可以得到一个线性变化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但是这样一个效果呢 就不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规则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就要去做另外一个 就是说相对来说 它会有一点不是线性变化的一个效果 OK 也就是说我要在这个的基础上 那我再加上另外一个周期性变化的一个函数 再加上另外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函数 那周期性变化的函数的话 很明显的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加上一个 我是不是要加上一个三函数 比如说三函数 那这个地方 三函数的话周期它是360度 那我就乘一个 比如说我刚刚我做的效果是三个周期的 对不对 那我再乘一个呢 线性变化的这样一个函数 OK 那这个是我的 就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变量 但是如果说我的变量是它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线性变化的 但是我希望在线性变化的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什么 它还有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所以说这个是应该来说 我的变量呢 就是它 也就是我要加个括号了 把它括起来 把这个整个 把它括起来 那这一整个才是我的这个变量 所以说它是在线性变化的同时 它还有一个这样周期性的变化 OK 大家可以来看 当然这个是一个0到1 然后我们三函数 它也是一个正负一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就要乘一个正负 也就刚刚我调的一个应该是0.03 0.03这样一个值 OK 如果说不算啊 理解 大家慢慢的去推销一下 因为原理我已经有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 OK 好的 我们选择打钩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来看 是不是 那它的这个角度的变化就是三个啊 我刚刚是乘一个3 那也就是说是三个周期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乘一个4呢 那就是四个周期的效果 那你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可以乘一个3或者乘一个4 那你想要达到几个周期变化的效果呢 那你就乘一个几 还有就是这只是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像我们的这个啊 一个关系式的话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方式 比如这个是我们三函数 加上我们轨价函数的一个方式去控制它的 大家也可以 很多同学家有一定的基础的 应该会想到我们可以通过图形的方式 因为图形的方式的话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这个地方宽一点 这个地方来小一点 这个地方小一点 再宽一点 那图形坎数控制起来 就会更加直观 更加方便了 好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 这只是我给大家介绍 或者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 只是给大家拓展大家的一个事业 或者说给大家介绍相应的一些思路 着重的大家一定要自己训练 好吧 自己训练 或者说自己去找这个关系式的一个含义 如果说这个关系式的含义 你还是不懂 那你理解起来 或者说你做起来就会 会比较吃力了 好的 那这一期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一家学院是一家专业从事 PRECLU工业产品结构时期培训的 在线教育机构 拥有完善的教学与监督管理体系 帮助大家快速学习 提升时长工作气能 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家一学院 参与免费直播课程学习 课程相关素材和更多学习视频获取 请加课程公文微信 QQ35399-89929 QQ35399-89929